未经许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是你的暖流 常在眼角中, 笑月中心透 香港暖流 欢迎收看港台电视31 和香港电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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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 同步直播的香港暖流 有奥司, 有永依 麥斯, 緣分很奇怪 是 有時候你對著那個人 可能十幾年了 久不久都會打招呼 但是你從來沒有機會跟他合作 這個你在說我嗎? 你不是, 你一來到就已經跟我合作 打招呼 而且你是我貴人 千萬別說這些, 說這些真厲害 但是今天這位嘉賓 你真的輾轉這麼多年之後 居然在這裡再遇上他 其實我第一眼見他 我已經覺得他很有觀眾緣 他很有鄰家的女孩 好像你隔壁的妹妹、表姐 已經是 究竟這個隔壁的妹妹和表姐是誰呢? 馬上進入我們的VIP 我們的VIP 我們的VIP有趙希樂Candace 早安 早安 早安Candace 我們的緣分真的很像很像 但我們有喝茶 有 有聊聊天 是 不過真的沒有合作機會 真的沒有合作機會 連訪問節目、傾談節目 也沒遇過你 沒辦法, 嘉樂仔經常霸佔你 其實那時候沒有試過他訪問我 沒有嗎? 試過紫生姐姐 對, 還有試過Derek 好的 對, 我跟嘉樂仔沒什麼緣分 是嗎? 官人會不會像剛才永業那樣形容 Candace真的很像隔壁的妹妹 隔壁的表姐 有個魚用的瘋子在附近也挺害怕 但其實我真的不覺得你的樣子 給我的感覺是神經質、傻的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 謝謝你, 你想喝什麼? 為什麼他們可以發掘這方面的東西 其實你初初是抗拒嗎? 其實我有一次應該跟張建文監製 那時候聊天 我就說我也有興趣做一些殺手 有趣的東西 剛好他接下來的那部劇 就是需要一個女生 但是初期其實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變性人, 變性一個女孩 好的 一個角色, 剛好就會殺人 但是對我來說, 真是非常大挑戰 因為小飛子飛了十張紙出來 而我不會看中文 那怎麼辦? 真是…這是考試 幸好我有兩個非常好的對手 一個是李獅子先生 一個是萬二蚊文蚊 是 導演又非常疼我 因為我跟他已經合作了很多步 他知道其實我是勤力的 我真的會做功課的 不過是一晚之前的十一點拍 第二天的十一點拍 我盡量… 即是我盡我能力 即是點五分都要背了他 即是背得多少得多少 是的 他們兩個都… 兩個前輩非常之好 很體諒我 知道我那時候的中文 是比現在是差很多的 我又加了一點點英文 這樣… 幸好當日 整體發揮是做得不錯的 所以就變成有第二次機會 第三次機會 去再嘗試這些角色 就變成他們很放心地找趙希樂 做這些角色 他們就不用怎麼溝通了 這個角色來的 你自己做吧 好的 以前可能監製 他為什麼會… 很多時候我猜 因為我不是監製 所以我不知道 我猜的原因是 因為他可以很放心 被一個演員去發揮 因為那個演員曾經做過 對他們來說 他們會少一樣的分單 分單的東西少了 是,不會太憂慮 是 他覺得你會駕馭到那個角色 是,我也要很感謝張建文 當初是… 敢給第一次 阿世,姚振輝就給了第二次 我就繼續走這條路 一個瘋狂角色的定位 是… 很少有人 譬如大台御用奶奶 大台御用皇帝 聽過大台御用的顛堂角色 暫時我是第一次聽的 是 這麼年輕就要做這些角色 你不會真的很抗拒嗎 其實,作為一個演員 一個演員來說 很喜歡這些角色 因為你會覺得很有發揮 你又有一個… 別人想不到會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因為平時大部份的角色都比較平淡 只不過他們遇到一件事 它變成一個暗幅 大家推動到那場戲… 而大家去注意這個角色 但是我很多時候遇到的角色就是… 我就是那個暗幅 我就是你們… 我不是這件事推動到 我就是你們的推動 我就是推動你們 而這些角色真的可遇不可求 我覺得很幸運 可以說那場戲基本上是為你而設 集中在你身上 沒有理會,其實那場戲是不需要在這裡 就是那個角色 對,沒錯… 我也希望是… 我也希望… 可能這些角色看得到 對,就是不能自行 不行 但是其實你行 你已經做了這個角色 也都很深入民心 大家都很認同 是的,有好有不好 像大家所說的 就是大家現在認同了我 就是走這類型的角色 接了無數個這些類型的角色 開始之後 就算不明明不是這類型的角色 因為我分得很小 這個就是因為他小時候創傷了 這個就是因為他的愛情創傷了 每一個的… 他的心理狀態都是不同的 而且他們每一個犯案的原因都是不同的 就是凡事或者他們的變化 我都會分了他們 我盡量不希望帶給觀眾 是同一種的感覺 因為你在做同類型的東西 但是我不希望你看A的時候 看到… 就是你在看B的角色 你看A的做法 是… 就是有個影子在那裡 其實他來來去去都是做這樣的事情 有什麼變化呢 我很怕被人狀態的 就是你只會這樣演 是的… 類似的說法 我們之前跟王冠興聊天 又在大台出來了 他就是在一個已經建立了很久的 電視台演戲 就是A餐、B餐、C餐 有三個套路 因為很熟悉 監製、導演也很熟悉 我只需要拿A、B、C餐出來 對於Candace來說不是 每次她都會找一個新的餐出來 我個人… 這是我自己對自己的一個要求 因為我自己看其他電影、電視劇也好 我都不想看那個人做同一個角色 就是他這一套劇也是這樣做 這一套電影也是這樣做 我自己個人很欣賞Margot Robbie 就是Barbie的女主角 她做小丑女也可以 她做公仔也可以 但是她做一個好像一個性感女孩子 或者就算做到一個有點瘋狂的 劉冰的奧運冠軍 她也可以 你每一次都會看到她有很大的變化 我自小都希望自己… 如果是做一個演員的話 我希望做一個多元化的演員 我不希望做中…做死一種類型的演員 以這個面孔去演繹一些瘋狂角色 這麼成功 可以說是很多觀眾都是意想不到 但是其實在現實生活中 Candace有些事情 都令大家很意想不到 稍後回來問問她 我們的V.I.P. 繼續有趙希樂Candace 跟我們一起的永業 有人經常說 前輩就會勸後輩 例如在公司那裡 你正在興建,不要放棄 繼續下去,不要到中途就走了 是… 但Candace就不是 是,意想不到 突然之間她去年說 我差不多了 她那個差不多不是做到誤會 反而是發光發亮的時刻 你就…我離開這個地方了 是等上位的時候 是嗎? 拿完最佳女配角 當然是何時最佳女主角 其實因為我的藥差不多了 公司給了一個很好的條件 不過我在那一刻就在想 如果我現在不嘗試試新東西 我會不會永遠都是自己停留 在一個我進步不了的地方呢 因為是我個人覺得 我很舒服 這個環境 這個… 個個都變成一個朋友 真的變成一個家 因為我在這個地方成長 我什麼都不懂 完全不懂看中文 說中文又說不行 沒有人明白我講的東西 對…真的… 由…我一個攝影師的朋友 他現在是很高級的攝影師總理 他接我 接到我 每一次我跟自己說很害怕 因為我最初是做主持的 是 但我不會懂得中文的主持 你真的沒什麼見過 但是在說廣東話 其實我覺得很難 對我來說 還要是星期五下就收劇本 是 收稿 沒錯 星期六拍 好的 全日拍一天 之後很幸運 我的拍檔也很好 也很體諒我 他們也知道 問一個鬼妹 連中文也不懂得看 你叫我有時候背那些中文字 我真的… 你根本不明白那個意思 我不明白,我只背那兩隻字 對,你只是說出來而已 你根本… 在說什麼?你也不知道 我數字說的 他們都嫌似…粗喉 就是音咬不正 咬不咬 很危險 我試過說一些話 他們笑得整個廠都爆笑 因為我想說喉嚎 是 我就說了你的喉嚎 我不知道這句是否有問題 但是對我來說 不是差不多嗎 之後我到現在都記得 之後每個攝影師 所有的拍檔、導演 每個都笑了 不是呀… 不是呀,但是在笑著來跟我說 對不起,我以為差不多 我記錯了 對不起… 如果說對不起,你真的不知道在說什麼 不過你又幸運 你的拍檔為何每個都這麼好的呢 你遇到 是呀 這間公司你總會遇到很多好人 就是這樣跟這麼大的公司 所以你終於遇到一些… 你吸引力發質 你會吸引到一些好人回來的 所以每個人都很幸運 吸引到一些很疼我的人 是呀… 就算接我的攝影師 其實他也不知道他在接我 是呀… 我聽到很緊張的 每一次都…他接我 還有有時候你看到我進廠 為什麼今天是他的 我沒有說錯,千萬不要說錯 他們吃午餐後 我都在看那個稿 是呀… 很害怕 其實你很大壓力 但是… 一來你看到他又害怕 壓力在我心目中 是 推動力 很好 是,非常好 是,幸運有這種壓力 推動到我… 就是我有格仔寶 我每一次就練習中文字 寫了一些拼音 我就會這樣練習 因為別人問我 為什麼我會練習中文字 雖然我現在看不完 但是我就是… 買了一些中文的格仔寶 就在這裡練習 我有我自己的方法的拼音 你看不明白 沒有人看得懂我的拼音 他們每個都有自己獨特的拼音 康瑩有他自己的 是呀 我也有我的 鄉鄉有他的那些 鄉鄉給他一份 劇本給我,我看著 因為我們都有幫互相大家練習 是 我聽不明白他寫什麼 你…什麼… 即是大家的拼音很大分別 對,很大分別 大家已經不懂得看中文 而且互相看著大家的拼音 你寫什麼 我覺得這個遊戲好玩 是呀 即是我寫拼音,你寫拼音 對,大家覺得我覺得好玩 但又不懂中文字 大家在寫英文 是呀 很大壓力 不懂中文字 但是打開劇本 全部都是中文字 還要一搭一搭 很害怕的 你不見了一本劇本 你做完所有的功課 都是在那本劇本上 所以他們後來叫我用電子版 我說我習慣了自己 已經習慣了 已經用得太久這種方式 那麼多年練習 都是拿著一本劇本寫拼音 但我的拼音全部是英文 再翻譯了 再翻譯就不是別人那句 又翻譯自己的狀態 即是他們中文的四字成語 真的…私人真是私人很厲害 我真是看不明白你們說什麼 但其實你要給其他演員 額外努力多一倍、兩倍、三倍 那就好,你就可以成功得好一點 或者快一點 或者有機會去接觸 對你成功的距離近一點 所以你就最後拿到獎了 是,但我們剛才不是說 拿完獎,但很前途 是,正在升,正在上位 那就是覺得自己是時候出去看看 要學習多一些新的東西 所以我都一離開大台 我都立刻報一些病毒 都到處找班上課 因為在COVID期間 都很幸福地不停地工作 當你不停工作的時候 你不停會輸出 但是你不一定夠輸入 雖然我中間其實我也有上課 但是有時候 你困了自己在一個地方太舒服 你不會成長得那麼快 因為你覺得這裡很舒服,很穩定 其實我慢慢成長都可以 今天加一點就可以了 但是你可能要去一些新的地方 你要很快成長 因為你沒得選擇 要不你就快快去成長 要不你就… 還停留得更重要 我想問,這個這麼大的決定 你有沒有問過家人,或者朋友 朋友都… 應該是…我有曾經問過那些前輩 就是一些前輩 他們的… 當然不是長大我很多年 因為如果我說她是一個大我很多年的前輩 我想她會生氣 還可以代替她嗎 能不能說的?是誰說的 不要說了 是的…我尊重她 但她還在做的 她離開了… 她都發展得非常好 她就覺得我需要成長 我太溫室了 我什麼都沒見過 我什麼都沒試過 你…你去試一下新的東西 你去學一些新的東西 你學得不夠 其實她覺得如果我再不去學習的話 我可能都會給A、B、C、D餐 是,原地踏步,重複又重複 是,我不想是那種演員 我希望…如果… 回大台也好,任何地方也好 我不想讓任何人覺得 趙希樂?她也是那種A、B、C、D演員 也沒什麼新意 她也沒什麼進步過 在那些年,我就會覺得 我不想你們… 我不想變成那種演員 我希望是有進步的 我希望可以自己是… 不用別人看到,自己感受到 對得住自己,對得住自己 就是其實留在一個地方 覺得成長不到 有些東西欠缺一點… 但我們看著趙希樂 其實當時你覺得自己欠缺了什麼? 很多東西 我記得有個監製是… 齊奇異,這個可以說 是,開你的名字 他很早已經說 我人生經驗不夠 人生經驗不夠 還有,可能我對香港的文化不太熟悉 不要緊 我學 我也學得挺好的 怎樣學?去廟街逛逛 吸收一些地氣 周圍去是有的 就是去探… 最初我也覺得自己很在自己的舒適圈 又是舒適圈的問題 當初都是自己在一個容易溝通 或者那裡的人跟我溝通到 我明白他說的話 他又明白到我說的話 或者甚至我可以說英文 我看菜單也比較容易 是 我告訴你以前我們大台放飯 看著菜單,沒有英文 對,是那些牌子嘛 餐廳 對 不好意思,你可以讀一下 今天有什麼東西吃嗎? 跟昨天一樣 也是雪菜肉絲蚊米 我只是一件事 我要不就是雪菜肉絲蚊米 要不就是炒飯 因為我不懂看菜單 這兩樣又穩固 不用煩人,有時候不熟 行了,不要緊,我炒飯就行了 好… 雪菜肉絲蚊米,我只有這兩樣 後來中文越來越好進步 那你就可以多點點東西 對,自信心也大很多 跟人相處其實也很重要 你要溝通 溝通得到 對,你要告訴別人 他們很多時候說笑話,我就… 這樣… 你也不明白 所以其實要跨出自己的舒適圈 一點也不簡單 究竟當中的心路歷程是怎樣 還有一會兒回來 我們繼續跟Candace聊天 我們繼續跟Candace聊天 謝謝 我們繼續跟Candace聊天 谁挽我手 耐心地牵引 共夸岁月河流 沿流 何愁转信北投 仍然意外 抹热式地流 抱贿这一生 付出着所有 用心奏仗 这动人的折奏 是你的暖流 擦身 期望与梦成怀未够 浪起浪还推 但你的慈爱 常在眼角中 笑月中滲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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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来到极转十五秒 这个环节 题目每日不同 每天都有惊喜 但玩法 天天都一样 也會一如以往跟你一起看看玩法 玩法就是我手上已經有兩個信封 博通的參加者請在我手上的信封裡 二選一, 然後在15秒內 說出跟問題相關的詞語 說得最多的那個就為之贏了 還有一件事沒有改變的 就是我們的電話號碼1872-312 早餐還是晚餐? 早餐 流行音樂還是戲曲? 流行音樂 高大還是嬌小? 高大 一個豐富的早餐 可以令每一天都有精神百倍 那怎樣為之一個豐富的早餐呢? 我覺得除了食材要新鮮之外 一杯醒神的飲品 加上美麗的音樂就合適了 逢星期四至六, 早上五點到六點半 有我, 錢佩佩 在香港電台一五台 和大家享受一個美麗的早餐 享受好的音樂 我們在電話旁邊有羅太 羅太 是, 最美的, 羅太 早安, 羅太 早安 在這裡吧? 在這裡… 你準備好了嗎? 沒事, 你好 你好, 準備好了嗎? 我是 是你了 準備好了 聽著電話, 不用看電視機 你選A還是B信封? 好的 A信封, 好的 我們先聽聽你的題目 請你在15秒內說得出最多的… A信封 是, A信封是花朵名稱 準備, 3、2、1, 開始 我會出最多的A信封 A信封是… 是, 玫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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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玫瑰花, 劍蘭 星羅蘭, 行嗎? 星…星羅蘭 行嗎? 是 時間到了, 好了 接下來是黃先生 不知道能否成功挑戰 黃先生? 在這裡 在這裡, 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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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著電話, 沒看電視機了 請你在15秒內說得出最多的 魚的名稱, 準備 3、2、1, 開始 是, 魚石斑魚 黃腳鱲、鱗魚 還有蘇眉, 還有紅衫 還有… 這個鱲魚, 還有這個, 你看 好, 時間到, 黃先生 輕輕鬆鬆就說了很多款魚 記得玩這個遊戲 聽著電話, 別看電視機 這樣就不會有遲疑了 究竟誰贏呢 稍後在電台部分就會告訴你 接下來繼續有不同的環節 現在介紹這幅作品 它的題目叫做年年有餘 其實是今次天津非物質文化遺產 其中一個藝術家的作品 為什麼叫年年有餘呢? 大家可以看到, 畫裡有蓮花 也有金魚 代表著我們除了擁有財富之外 也擁有健康、家庭和睦的意思 你可以看到畫裡的小孩 其實它是有兩個特徵的 有男生的小編子 也有女生的計 代表著無論家裡是生男生女都好 都是合家和睦平安的意思 而這幅畫其實它的原稿 是一個清代的原稿 不過現在我們就由非為的藝術家 去復刻 其實非為是一個技藝的傳承 可以看到我們楊柳青這個年畫的系列 其實它是由一個木刻版畫的技術 再加採繪而製成的一個技術 而這個技術就是我們國家級的 非物質文化遺產 然後還有一對學院的傳承 他們的傳承 裡面的傳承 有錢的傳承 他們是一個藝術家 原來的傳承 他們是一個藝術家 的對象 的一種藝術家 有很多藝術家 在如初來的房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節目時間繼續有拔師和永儀 剛才聽趙喜樂說 他很滿意現在的狀態 雖然沒有一個大靠山 好像靠自己闖 到底闖一條路 或者接下來的打算是怎樣 會不會徬徨 究竟中間離開自己成長的地方 出去找自己的世界 拋得一切的話 要面對多少的困難 我們馬上問一下我們的VIP 我們的VIP 繼續是趙喜樂、Candice 跟我們一起的 問一下你現在 離開了大台 會有些害怕怕怕的感覺嗎 真的很幸運 我一離開, 宣佈了 其實我本身沒想到這麼快公佈 是 我想尊重外匯家的團隊 是… 我想繼續播放 我那段戲才宣佈 亦都打算低調一點 那… 記者朋友太過了 很厲害的 他們的消息很零碰的 我在飛機… 剛剛上飛機 他們已經轟炸了我 不得了 那我就… 我唯有出一個很極速的姿勢 這樣去交代一次 一次這樣 但是… 整個過程都… 我現在的記憶很模糊 因為我拍攝到差不多最後那兩天 那我就結束了 那我就飛了 是… 所以其實公司真的對我非常好 因為… 可以這樣繼續 有機會再在這裡… 約已經差不多結束了 都在這裡… 還在拍攝 跟那群團隊… 我都… 要跟團隊說一聲 不好意思 沒有機會跟大家說 再見 因為當時我不想影響大家的心情 就是你跟大家說 我走了 你都會很影響別人去演戲的 我又不想這樣 但是沒有想過啵一聲 咦… 最後二十四小時 那些記者已經啵啵聲 已經出來了 你令我想起我當時也是這樣 是不是 你真是說 今天VIP突然之間說 沒有了 其實我最後那集已經錄完了 已經不用回去 那我就說 蛤… 即是連任何交代都沒有 那跟著就像你說的 就有很多記者就來問你 沒有了 這個節目你會怎樣 即是我很明白那個心情 我又是不在香港 是的 當時你又想交代給大家 但同一時間你又想尊重劇組 因為劇組有非常細心 即是他們都明白 我都想低調一點 我不想這樣影響到大家的心情 所以就突然之間就跟大家說了 再見 那… 有一點不捨得嗎 有不捨得 因為都合作了三年 這個是一個正常的運作 我同一時間又在開其他劇 有時就不回家 就由這邊跳到那邊 那邊跳到這邊 我再跳到這邊又再跳到這邊 我試過一天轉六小時 因為就是早上拍那邊外景 之後進廠 廠再進去那邊的廠 再回來這邊的外景 再進去那邊的廠 因為卡拉卡拉 總之他們放到哪裡 他們就放到哪裡 沒錯 外回家是一個…都很密密 因為出門出門出門 一個禮拜七天 是的 我沒聽過其他國家 有一套這麼成功的直播 可以一星期七天都播出 有一群很穩定的團隊 大家都很熟悉大家 有一群很厲害的幕後 你要寫出七天的故事 我都覺得他們很厲害 他們的腦袋都很容易乾淨 是的 很厲害吧 所以就是… 就是這樣,然後之後就… 你當你又經歷完這樣 你又覺得,我什麼都可以的 我什麼都可以的 你想怎樣 其實是鐵人的 所以說… 訓練他們的 是,在我們舊公司出來的 每個人都鐵打的 是的,還有很多時候 你是…很多東西是靠你自己 因為他們也有很多東西顧著的 就是你今天的妝是雙妝 就是他們多數他們都會標示的 但是有時候可能有調動 沒錯 那…大家要再溝通 那自己也有責任去了解的 因為你入廠的那個是你自己的 衣、鞋、各個髮型 就是因為你連著的 你外景… 要連氣的 對,要連氣的 但你外景的那個妝和頭 未必是你入廠的妝和頭 沒錯… 有時候那些衣服會混亂的 是的 你自己真的記一記 由頭到尾你都是記的 那你越多適合的那些雙鞋 你就心想… 糟了 雷兒子比較煩 穿這條裙子 這雙鞋、這雙鞋 這條鏈這樣 你不可以錯 是 不可以錯 是 但很上心 一般的藝人 這些都是指引人 有人幫我打理 我專心演戲 不是每個人都像Candace這樣練 其實這些是服裝、化妝 所有東西 你都放心上去自己記起來 牧日行 牧日行 我才可以說 其實我身邊成長的同學 就是我們訓練班的同學 我相信他們每個人都有做 是的 我相信很多藝人都有做這件事 大家都很有責任心 因為出來的始終都是自己 大家都是想用最好的一面 還有做得最好的方面 給觀眾演、給觀眾看 沒有人會想不好看 我看報道 據聞一下 舊公司重金 希望… 留住她的重金 Candace留下 我想很重金 但我很想問 你怎樣倒閉了這個提供 都是想… 有些… 都想是首先要休息一下 所以我都拿了來差不多一個月 自己的時間去陪家人去旅行 因為COVID期間 大家都不能去旅行 又發現了原來跟家人去旅行 不是那麼簡單 我還跟兒媽一起去 他們不是每個人都在香港 原來見面是很難的 你有得見自己的家人 好像是大家覺得是一件很奢侈的事 而且真的要很珍惜家人 因為三年之間 其實很多事會發生 大家… 他們已經可能沒有以前 可以飛得那麼密 或者身體已經是沒有以前那麼強壯 可能… 其實我姨媽也很強壯 她走那些樓梯 我都覺得很厲害 但是很珍惜 這個對我來說 原來可能自己都長大了 都成熟了 在這方面都覺得我也是時候 抽回自己的時間去陪家人 除了自己很珍惜自己的事業 我是那種… 可以 我做事就行了 但是… 你試會承認嗎 真的 我猜不到你 你的樣子真是很倫家的 快快去吹吹家族就算 嫁了他 可能我十七歲、十六歲的時候 有這麼想過 但是我一踏入了… 一開始了我這… 可以成功做自己的夢想工作 我就沒有了這種想法 那你真的很醉心 真的在演藝事業 我…應該是這樣說的 我十六歲左右 我有個戲劇的老師 那時候看到我的成績好 就寫了一封推介信給我 在澳洲的演藝學院 但是因為我不夠十八歲 我家人不肯幫我簽名 那…也不肯供我讀 所以他們就要我讀 知道一些很實際的東西 亞洲人的… 就是沒有分台灣、韓國 那些…亞洲人的父母都是同樣的 找到吃的那些 是啊 也希望你做醫生 律師 律師 會計師 是的 總之有個師傢伙在 他們覺得很穩妥 他們覺得很穩妥 但是對我來說 我當時很失敗 自己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那就有機會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那你當然是躺在身上去 是啊 是啊 而且我覺得也是一個… 一個祝福 因為這個世界不是每個人都喜歡自己的工作 但是我很喜歡自己的工作 是 所以我更加要感恩 而且更加要尊重我的工作 因為我要… 我覺得好像當我看到別人很辛苦 在做一份他們不喜歡的工作 那時候我會跟自己說 我一定要很感恩我現在擁有的東西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做自己最喜歡的工作 所以要尊重自己的工作 所以對所有事情… 每一件工作的事情都要盡量做得最好 他們那些是叫熬的 是 你這麼開心 其實就算辛苦一點 你還是享受那個工作 是…你會覺得… 每一天都感恩我今天有工作 有工作開, 很開心 有工作開, 很開心 我很喜歡開工 那時候我沒得睡 之後那些人就在那邊幫我梳頭 你很累嗎? 我不累, 我最喜歡上班 由Kandis把口說出來 是 你會發現, 聽上去 你只聽過內容 你不知道原來她家庭環境這麼好 是爸爸媽媽的東西, 寵兒寶貝 她那種為自己打拼和一個堅毅力 是不像一個家中的小姐那種狀態 不是公主 是 我覺得你做這一行 或者做任何一行 其實你答應… 你對自己都有種責任心 是不是? 不要說做哪一行 還有有哪個父母對自己的小朋友 不是公主、王子的 就是每個都是親愛的 沒錯 但是你成長的時候 我們可能在外國成長 洗碗、洗車那些 全部都是我們自己做的 很習慣 不可以用錢的 很開心的 對 洗車、寶貝室、做咖啡店 我們什麼都試過 其實不是大家想像中那樣 溫室那種什麼都不做 我們什麼都做 是嗎?千金小車 洗衣服、洗碗、燙 燙衣服我不擅長 不過我往往都燙 都要做 都要做 洗廁所 我們什麼都不做 我們什麼都做 我到現在有時候幫自己的車 在這裡洗車的時候 旁邊的人看著 為什麼你不找人洗車 我喜歡自己洗 有時候自己洗乾淨一點 我都習慣了 沒什麼問題 我自己洗車而已 是啊 可能已經成長環境 那邊沒有那麼多人幫 是啊 所以可能養成你那種獨立的性格 獨立得來 其實我都很喜歡依賴人 是啊 那你就選擇了 依賴的意思是 可能你工作的方面 找到挺好的拍檔依賴 那些… 但是你男朋友會否投訴 你事業營整個心機 說了那麼久 是 整集差不多了 全部都是關於演戲、工作 只是說一點兒媽去旅行 只是說男朋友 她在你生活中佔了多少份 所以他們說做訪問 小晞樂,你真的很悶 你每次都說 你會說很多演戲的事 我男朋友因為… 我覺得某程度上 我們維繫到一個好的關係 因為她看到我 很愛我的事業 而我真的很努力去做 我很幸運 就是遇到身邊很多朋友 以前會覺得演員 他們跟我說回 我們以前看演員 或者做電視的人 就是他們有很多其他的目標 但是透過見到我 他們就說 我要改觀 他們要改觀 那我覺得 我男朋友都是 可能見到我這種性格 就是 哇!她這麼刺激的 這個女生 是享受的 她得來實際上 是的 就是她很投入 很粉身 你做每一件事 你都會… 我會… 初期… 最早期… 我明天開工 我今晚已經不出來吃飯 早期已經是這樣? 是, 初期是這樣的 是一定不會出去吃飯的 很乖 因為我不想影響我明天的狀態 就是不想晚上睡 不想晚上睡 不想… 因為今晚玩瘡了 或者吃飯 其實你嘻嘻一下 你也會… 那種你要回去 你也要靜下來才可以睡 我不想用這段時間 我想全晚都很靜 就是我自己… 有人說 趙喜樂 其實你平時的生活很悶 我說我平時的生活悶 是因為我要留一些 多姿多彩的東西 在螢幕、螢光幕上 我要平時要靜 讓我在那段時間 我要盡力去做好自己 那現在呢 因為久了 做習慣了 我覺得能平衡 但是當我發覺 例如我今天要開工的 我現在都是去回一種 盡量不要出去吃飯 或者出去吃飯也早吃 就不用影響到自己睡得不好 就是有其他原因而做得不好 是啊 阿詩,她很自律 是啊 要很有一個對自己嚴格的要求 你才拍一場電影 不出去吃飯 還有一個好的演員 那個態度 遲到你一定不會 就是幸好 你平時不遲到 如果你有一天 真的很大件事塞車 我試過在隧道 車子死了火 好 那就不能夠了 那你也會等着拖車 因為我打公司 對不起,我要等拖車 我要遲 是… 你可不可以現在回來 不行,我在等拖車 那別人就會很原諒你 甚至乎當時你很累 因為你搭著兩套 甚至乎三套那時候 你看錯 因為你接近三張通告 三張不同的時間 有時你真是不知道 為何是撞斜 一四看了是四點 是的,這樣 我試過一次 大家都會包容你 因為你平時沒有遲到這種習慣 紀錄良好 是啊,他們很感恩 因為你平時沒有這個態度 習慣去做一個遲到的人 所以他們會很明白 人有時也會有意外發生 是的… 都是人 車死火 不是我想的,沒辦法 又要拍照 我真的在拖… 科技發達是有個好處的 我給你看,真的要塞車 不是我騙你 是的,我現在真的塞了 我正在等著拖車 真的在隧道上 我動不了,又不敢下車 當然,隧道要怎樣 所以這個自律 其實對於Kandace來說 離開了大台 出去這麼大的世界 你有一個自律的話 那些東西會比較穩定 有些人出去被人照顧 習慣 不自律 很不習慣 散了 整個人離開了大公司 會的嗎? 我…我想他們離開 他們應該都自律 是不是? 就是因為你是自律 所以你不知道自律 有多散 但是現在很勒出去了 是 有什麼搞的呢? 很幸運,就是去年開始 談了一個代言 最近拍完,拍完終於推出了出來 這是我人生第一個代言 所以我都很開心和很興奮 我會說很成感 很成感 是否極限 對,是極限 因為他說… 我說…我談的時候 你不用穿泳衣的 穿泳衣 我自己都在想,我行不行呢? 我自己能否過得到自己呢? 我想猜他們是否回答你 你以前算什麼都是這樣穿 是不是這樣? 但當時其實…不知為什麼 那個狀態是你會覺得 你知道要這樣做 但這個其實你未必要這樣做 不是每一個代言都要穿泳衣 有些是一條裙子,有些是長裙子 有些甚至乎是那些… 貼身一點點的衣服 對,雲衣服 你未必是一定要穿泳上陣 你又… 幸好這間公司非常細心 他們也想融合他們自己的名字 所以做到一個女神的感覺 跟我平時的角色是很不同的 又是一個對比,我又很喜歡 因為我就覺得… 跟我平時做的角色又很不同 又在做另一件事 又很開心,又可以很漂亮 不用每次都殺到瘋狂 整身都是… 要是就哭到傻了那樣 是… 沒有這種,現在做女神 真的很難得 接下來,Kanis給自己的目標 她是否繼續做女神呢? 或者電視界的女神呢? 在另一種平台 我不敢用這個字 因為這個字,我覺得跟我的距離… 有嗎? 你這麼沒自信,我還可以 真的,真的… 是,我… 前公司太多了,太多了 對… 而且大家都很漂亮 我自己剛開始了,除了有些項目 在談論中 這些暫時不方便跟大家透露 希望有好消息公佈給大家 好的 另外,我說了很久 要做一個YouTube頻道 現在拍攝得如火如荼 慢慢會推出,每個星期就推出一點點 是… 跟大家分享 因為現在可以自己有自己的平台 非常之好 希望大家Like、Comment、Share 和Subscribe 好的…我期待你唱歌 你說你想唱歌嗎? 是的 你怎麼知道的? 你看… 我有做功課的 做功課 其實你也是一個很尊重你自己的工作 當然要… 很喜歡唱歌 是的 亦都是因為自己對自己唱歌的要求很高 有時自己做得不好 就想放棄 但其實又很喜歡 我本身就是想讀過科 音樂舞台劇 就沒有讀過 但是現在都是… 希望有機會就是… 都可以嘗試一下 或者… 香港的電影我都接觸得少的 我都想嘗試一下 我們期待Kandis下次上來 以歌手身分 或者是演員身分 在電影方面有發展 跟我們上來聊聊天 謝謝 謝謝Kandis 謝謝 再見 謝謝 個insor 薩蜆蜆蜆蜆蜆 喜歡